我的生命故事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自己的家 因為我們家人都很有愛 無論我們做什麼 我們的關係都很緊密 但是我爸爸因為他個人的原因 媽媽和他就要分開了 那件事我真的很不開心 因為家庭從此不完整 雖然那時我很小 但我都會想很多方法去滿足自己 很想去彌補我覺得缺失的一部分 那時我會用偷錢去滿足自己的慾望 但其實最終帶給我的就是罪咎感 而神就好像光一樣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 還透過浪子的比喻告訴我 祂怎麼都愛我和接納我 連我們一家人都一起相信了耶穌 而我們恩著耶穌的教導 一起成長 我們比以前更愛對方